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Nithology,我是Hong HELLO,大家好,我是Ada,大家好,沒見 是啊,因為太久沒開機,剛剛差點 UPLEN子的頻道名字都忘記了 我記得Nithology 開場白都已經不太相信了 因為之前大家都非常忙,所以沒什麼時間去拍片 因為拍完還要剪,所以沒什麼時間 但現在忙完了,所以又見到我們 我們會繼續努力地做更多的資訊和大家分享 謝謝你 嗯,你也有份的 寬別了一會,現在就更新英國的經濟狀況 很緊要,最近身邊聽很多朋友或同事都說 買菜很貴 對,去一轉超小,好像比以前花了很多錢 然後有些同事說,他們的電煤費 我有個同事告訴我,一個月是300磅 一個月是300磅,真的 四個人一家四口,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他應該開二十幾度吧 我不知道,但他很誇張 然後如果晚上開幾個小時,買多幾張皮 他給小朋友開小一點 我撐不住,300多 真的 300多,對 對,說開又說,就是現在報一報最新的 一個叫做CBI通脹率 所以,11月份是去到三條一的 11.1% 那是過往四十一年再高 非常恐怖 怎麼辦 對,最近看到一個新聞說的 一個機構叫做CBI 對,這個叫做 對,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類似一些總商會 其實他在代表著19萬間英國的機構和公司 所以其實他說的,做的研究都有些壓力 有些代表性 他就說了一個很恐怖的Term 他說因為現在的經濟情況不太好 他預計下年將會收縮0.4% 正式進入經濟衰退 他說如果政府再不做些事情 就會將一個叫做Loss Decade 就是迷失十年 怎樣叫Loss法 其實因為曾經日本都試過 一些經濟很Loss的時候 其實增長是接近零 或者甚至是衰退 然後你失業率又飆升 風漲又高 然後經濟停止不淺 好像十年過了等於沒有過 好慘得來 今次就想說一說 其實從幾方面 醫食廠都會說一說 現在最update英國的經濟狀況 究竟是怎樣的呢 對 對 對 都是購物 購物 剛剛過了這個 Black Friday 還有一個叫Cyber Monday 對 Cyber Monday就是電子洗品 Black Friday就是所有東西 正常來說是每年的高峰期 對 對 對 看回數據 這個Black Friday 今年都 就這樣看 純數字是厲害的 有39億英鎊 對 挺好 挺厲害的 但相對於去年 其實是COVID期間 就下跌了8億英鎊 即是比去年少了 對 人均消費是少了30億 即是人們花少了三分一的錢 對 我們自己上班 那裡也是 其實生意少了很多很多 你從沒試過聽同事說 是過往的十年最靜的一個Black Friday 沒試過這麼靜過 剛才又說回那些食物很厲害 其實就 看回之前看過一個新聞 都挺恐怖的 就是有關食品食那方面 就是來自Nottingham Share Live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 一個諾定銜棍的一個報紙 他拍了一張照片 很驚人 這張照片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 在一個鮮奶 貨架的鮮奶 有一個Security Tab 嗯 是的 即是說什麼呢 那些Security Tab 通常在什麼地方看到的呢 貴的那些東西 什麼呢 香水 貴的香水 所有貴的 或者是威士忌 是的 還有一些貴的牛扒 對 那些貴的牛扒 對 才會有的 它就是鮮奶那裡 是的 那些人也發現了 在小朋友的配方奶粉 還有某些肉類都多了一些Security Tab 怕被人偷 是的 那應該就是有人偷 但是呢 慘在就是 鮮奶也偷 那他說呢 通常就是放在那些四攀的那些 就是大奶那裡 是的 那就是說 其實這些可能真的給家裡的小朋友 要喝的 其實不是所有的大奶 主要是大奶 是的 那當然那個報紙的記者 就再問回Tesco 那他之後可能怕會引起這個恐慌 所以呢 他就沒有說沒有這件事的 還有可能是 啊 弄錯了而已 那 是的 比較難弄錯 是的 但是就顯示到這個 社會狀況是真的有些困難的 基本 牛奶雞蛋這些 但是就 還有也都會看到他 很多超市的那些 有個corner 這個food bank donation 是明顯了的 好像當眼了的地方 那就因為 都真的有很多人 可能就是等著那些東西開飯 或者是小朋友 那另外說回food 就是food bank 就很多的不同地方的food bank 都會有說 排了長龍 從未試過那麼多人去使用這個food bank的服務 那就是 如果大家有鬆動的話 去過超市都可以 可能買一些罐頭啊 那些去捐獻一下 是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是很有需要 那也都有新聞說回 是有些 很多小朋友呢 都是要吃一些特價的meel 就是會很節衣縮食 有很多家長又得回很少的預算 去給小朋友買東西吃 那就是 小朋友就比較無故一點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能力 都可以去做一些的donation 跟著就到住了 住有什麼大件事 住有大件事 是的 沒錯 就是很久沒試過的樓價向下跌了 如果還沒買樓 現在就很開心 那樓價呢 剛才說的跌了 其實已經跌了相對於上個月 即這個環比是1.4% 是的 是的 那 在10月份 其實再相比於9月 又跌了0.9% 哦 即是一度向下行 那 是不是會跌得越來越多 這樣 暫時的趨勢是 是的 它之前的月跌了0.9% 但現在就跌了1.4% 即跌幅是擴大了 是的 但是呢 看回一個同比 去年的 同期 同期 是的 那都是還沒跌穿的 因為年後升得多 是的 那現在的平均樓價呢 就還有這個 263千英鎊的 263千英鎊 平均樓價 平均樓價 那租屋呢 其實 租屋金 是的 租屋呢 看回這個新聞 會不會有租金貴多 是的 沒錯 樓價下跌 但是租金是上升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它有些解釋就是 可能它主要都是 需求 需求增加 供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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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需求增加 可能是 它現在供樓的cost高 利息高 可能有些人 供不了 賣樓 那就要租房 租金 租金就上升 是的 所以就真的 對於很多人的生活 都是雪上加商 住港元 做到行 行 行就是在說車 二手車其實之前個價都很穩 因為那些晶片方 那些人要出新車 可能要等差不多9個月 甚至一年 那些人就放棄 不要新車 就買二手車 所以 升了很多 是的 可能你駕駛了一年 價錢還會升 但是已經不在了 這個情況 那其實呢 那二手車呢 就說回它 落得了二十大跌幅 最大的車款 是的 那麼 跌幅比較小的二十大 都會去到16% 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叫做Voxo Voxo Voxo 摩卡 跌了16% 16% 是的 然後呢 一度看下去 其實你看看 全部都是Voxo 食物 其實它是一些 不是很Top Brand的SUV 不是呀 有什麼呢 Land Rover 是的 這個最Top 跌得最厲害的 跌了22.6% 就是Land Rover Discovery Sport 你快進手吧 老公 不進了 不是說笑 車妹買 是的 跌得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看起來 全部看起來 都是一些SUV 大大隻的四驅車 可能那些人 入油有貴 所有貴 那你帶車用很多 所以那些人可能 開不起來 對 而且這些是屬於 除了兩輛Land Rover之外 其他那些都是一些 叫做Family的SUV 醫食住行 都 說完 情況都是一般 好啊 怎麼辦 是啊 沒有錢 當然要工作 但是很奇怪地 現在 現在英國的失業率 就上升到去 已經是3.6%了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會上升 我看到很... 那些運工網站 很多工作 很多人請人 對 為什麼失業率這麼高 根據數據 現在這個 空缺工 是有122萬份 對 為什麼會失業呢 其實都是縮小了 已經是減了 有4萬6份工 首先是企業上 對前景不明朗 對於請人都守緊了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有一個叫做 很多人發現了 有這個叫做 Economic Inactive 就是經濟上面的... 沒有行動 對 不動 意思就是 他不是在工作 但又不是在找工作 那又在做什麼 對 不知道是在做什麼 對 其實看很多研究 都發現 這個情況 甚至是趨向年輕化 即是年輕人不想工作 對 其實看圖 其實是有加薪 平均每年都加了5.7%的薪金 但剛才說過的通脹率 是31.1% 所以這個叫做Real Term的薪金 是減了 即是明年4月又加 那個低工資加了 其實都是追不到那個通脹 對 其實加了就等於一陣風 沒有了 對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選擇 就是不上班 因為加完薪金 但是 接著你出了薪金之後 交了所有的東西 那其實 咦? 可能吃都沒得吃 那又是真的 現在都是的 每次出糧 好像我那樣 我出糧 然後去轉超市買菜 買生物用品 有 有 然後那份量就沒有了 然後說去哪裏 做了可以沒有做 這樣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我也想不做 不做你不行 那一定要做 對 那英國福利社會 可能它會假裝賺工 那樣 可能又拿一些叫做 Job Seeker 的 Allowance 對 有很多東西的 有很多 因為福利社會 做就了 那些人 走向這個方向 唉 對 也做就了 其實牛津大學的出版社 每年都有一個叫 Word of the Year 每年一字 自旺 對 再看看過往的 有2008年 那個叫做Credit Crunch 即是信貸的 爆煲 爆煲 之類 13年有Selfie Selfie拍照 對 然後18年有Toxic 究竟沒有COVID 19年有COVID 19年有COVID 21年 那個叫做Vax Vax Vax 即是Vax Vax 即是Vax 要打疫苗 對 去到今年的字 就叫做Goblin Mode 對 什麼意思呢 Goblin 其實就是地精 即是那些小小的 鼻子很長 耳朵 精靈 地精模式 這裏說的就是 其實跟現在香港都流行說的 叫做躺平 是很接近的 那不是真的嗎 對 即是不做 還要是很瘋狂狂狂狂 即是剛才你說的 失業率的年輕人 對 對 economical in-acting 即是不做事 覺得做又敢 不做又敢 不如不做 對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 這個world of the year 其實都是反映到 整個社會的情況 對 都是不太好 我覺得要做事 不要做地精 對 但其實好的 都不是所有事情不好 接下來 看回不同國家 它那個加息的部分 都開始有點減慢 即是有機會可能 那個通脹可能已經差不多到頂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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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加人工都不一樣 真的沒有什麼 對 加了都是一陣風 其實你追不到通脹的 等於是減日工 對 所以有這麼多 現在大家可能記事 都發覺有這個 罷工 對 罷工 很可憐 現在還沒收到 接著 聖誕就好像有些 混啤酒的工人 那些罷工 沒有啤酒 很嚴重 對於英國人來說 對於很嚴重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叫做加了薪 但加了 追不到通脹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罷工 爭取 但是罷工 你加了薪 其實老闆加了給你 那他就轉嫁 還沒加價 對 商品加了一價 又轉嫁 然後你買東西 又有貴分 也就有通脹 那就有個惡性循環 沒錯 那幾時才結束 是啊 那我就 這樣想 又不是只有我自己是這樣 嗯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 身邊的人各個都是這樣 也不是英國是這樣 不是英國是這樣 全球都是這樣 是很艱難 但是想方法 我覺得怎樣也有辦法解決到 一份工作 不可以就做兩份工作 啊 你要做三份工作 就能解決到這個問題 然後就要 跌小医藥費 就會加大了 那怎麼辦 想不想去 始終都要做 始終你經濟是一個cycle 難關 始終都會過到的 最後 捱到最後就是贏家 加油啊 是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都會再努力去出片 麻煩大家看廣告 謝謝 是啊 那今天都講到這裡了 那就跟大家brick up brief 現在的一個 就是數字數據多一點的一個經濟的總共 那明天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 天氣冷了 穿多件衣服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